轰炸机作为国防中的一大离器 其突击力 航程 载弹量等方面 都是普通作战飞机所难以企及的 所以它在国家国防建设中 也占领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轰炸机也引起强悍的性能 被人们赋予了可移动空中堡垒的称号 所以就此来看 想要研制一架轰炸机 所耗费的各方面资源也是十分庞大的 不仅是人力 物力以及财力 脑力也只最关键的 当年我国众多科研学者 也是耗费很长时间才将其研制成功 但是你敢想就这样的国防重器 却被我国一农村大叔给研制成功 这位牛人从小就一直追随着自己的梦想 也正是在梦想的支持下 他成功研制出了一款绣针版的轰炸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货事呢 他所研制的轰炸机又有何威力 大叔的研制路上又遇到那些坎坷的 今天小编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可查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位牛人大叔 就是来自我国山东藻庄的朱世泉 作为一名民间发明爱好者 朱师傅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用自己的飞机在蓝天下飞行 然而对于他的农民出身来说 这无一不可能的事情 朱师傅的家庭并不富裕 他的父母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朱师傅从小就没有上学 初中毕业后就没去上学 就以他这样的初中学历 造飞机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要知道制造飞机需要非常严格的技术 和大量的专业理论知识 即使是很小的错误 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飞行事故 而且建造研制飞机 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但朱师傅并不富裕 当朱师傅告诉周伟的人 这个想法时 所有人都对朱师傅的想法 持同样的态度 那就是强烈反对 尽管朱师傅面临许多障碍 但他总是把这个想法 铭记在心 直到有一天 他在电视上看到 有人独自制造了 一架小型直升机 这使他更加坚定决心 制造一架飞机 为了制造飞机 朱师傅还买了大量 关于飞机的专业书籍 每当朱师傅有空的时候 他都会静静地读书和学习 由于缺乏建造飞机的资金 朱师傅将他从工作中赚来的钱 全部投资于飞机的研发 就这样 经过日常的学习 朱师傅对飞机的了解越来越多 经过反复思考 他决定制造一架木制飞机 这是一架单座超轻型飞机 而且根据民航规定 驾驶这种飞机 不需要驾驶执照 这种飞机 无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确定目标后 下一步是进入设计和研究工作 然而 朱师傅制造飞机的过程 绝对令人钦佩 朱师傅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从小就向父亲学了一门好手艺 实践能力自然比别人高得多 在他的飞机工作室 你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木质不见 如木质机翼 机身等各种飞机结构不见 为了制造这些飞机部件 他还专门购买了许多飞机设计图纸 每天都沉浸在飞机设计和开发中 就这样 两年后 朱师傅的第一架飞机终于制造出来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飞机在试飞成功之前就坏了 当时 朱师傅非常沮丧 哈尔也造飞机 完全把飞机当成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一场事故 会把他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 但事情已经发生 朱师傅也并改变不了什么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但朱师傅的回忆仍然历历在目 后来 朱师傅还展示了 里面那架破飞机的机翼 看着飞机的残骸 朱师傅又擦干了眼泪 但正如俗话所说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朱师傅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 朱师傅再次进入飞机的研究与研发领域 经过八年的不断探索 朱师傅摔坏了许多飞机 然而 正是这些失败和挫折 极大的提高了 朱师傅制造飞机的能力 甚至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平 功夫不负有新人 朱师傅终于造出了 现如今这架飞机 总的来说 飞机的外形很酷 飞机机身长度为6.2米 高度为2.4米 翼展长度为9.6米 虽然飞机的尺寸不小 但飞机的总重量 只有260公斤 仅相当于2到3个成年人的重量 在这一点上 朱师傅的成果 确实是值得骄傲的 而飞机重量如此轻的原因 是整个飞机 是由云沙木制成的 云沙木具有重量轻 强度高的特点 此外 金属有一定的疲劳循环 但云山比金属好得多 非常适合制造飞机材料 更令人惊讶的是 飞机的结构没有使用钉子 这对飞机的制造方法非常严格 普通木匠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朱师傅能制造出这架飞机 那么他现在的木匠水平 早就达到了高级木匠水准 甚至更高 除了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外 他在资本方面的投资并没有减少 为了造飞机 朱师傅花了将近15万元的积蓄 15万 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 一点点节省朱来的 那么用他半身积蓄 建造出来的飞机能成功飞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谁会想到 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 只用一堆木头就造了一架飞机 而这架木制飞机 即将面临真正的飞行测试 在三面环山 一面靠水的场地里 从未驾驶过飞机的朱师傅 决定在这里完成他的第一次飞行测试 在所有人的帮扶下 飞机很快就组装好了 组装好之后 朱师傅又再次仔细检查 并确定没有问题后 在众多人的注视下 他自信地登上了自己建造的飞机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开始起飞 当时所选择的是飞场地 因为多年未有人使用 维护整片场地上 早已顾盖了密集的枯草 这些枯草的高度 平均都有十厘米高 整架飞机的大部分轮胎 都被淹没了 在一些地方 地面还参差不齐 卓给飞机起飞 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可以说 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起飞 而是一次越野飞行 飞行员如果不注意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尽管如此 朱师傅还是勇敢地试图起飞 不久后 朱师傅启动了飞机 随着螺旋桨的快速旋转 飞机逐渐移动 由于地面不平 我们从飞机的颠簸中 可以看出 它不太容易起飞 飞机移动了很长一段距离后 轮子从未离开地面 第一次试飞失败 不过 朱师傅并未因此灰心 接下来 朱师傅准备第二次试飞 这时 它周围的风速突然变慢了 这样的风速就算是风筝 也无法在这种情况下飞起来 更不用说飞机了 这对飞机的移动速度 有了更高的要求 后来 朱师傅又启动了飞机 这一次它处于全功率状态 使飞机的速度大大加快 然而 这次的试飞情况 同样并不理想 虽然是已经起飞了 但仅仅只是飞机的轮胎 离开地面五厘米而已 所以 第二次试飞再次失败 稍作调整后 我们将迎来第三次试飞 在地面人员的指挥下 朱师傅集中精力 将飞机开到最大速度 飞机在剧烈的颠簸中 迅速向前移动 然而 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计 飞机刚离开地面 就突然被强烈的下沉气流击中 导致飞机无法再次起飞 三次失败后 朱叔叔的压力突然增大 他为梦想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期待 就为了今天这一刻 现在已经三次试飞失败 所以接下来再次试飞 再次失败的话 恐怕这次试飞 也只能到此为止 想到这一点 朱师傅又振作起来 决定进行最后的试飞 此时 由于空气速度较慢 为了提高移动速度 他选择了更长的起飞跑道 并避开了下降气流的区域 一切准备就绪后 朱师傅第四次起飞 在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后 他成功地升空了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朱师傅的飞机 也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 随着飞机的起飞 朱大叔也在空中 进行了各种困难的动作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他终于顺利返回地面 第四次试飞圆满成功 朱师傅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虽然朱师傅的发明还需要改进 但相信朱师傅的飞机 再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好 同时我也相信 正是因为有像朱师傅这样 敢于梦想 敢于拼搏的人 中国的科技水平才会越走越远 经过这次成功试飞后 朱师傅用一堆书 一堆木头建造飞机的成果 很快传遍了全国 甚至引起了许多外国媒体的关注 他们不敢相信 中国民间竟有这么多杰出的人 一些企业 甚至一几千万的年纪 聘请朱师傅担任设计工程师 然而 作为一名爱国者 朱师傅只回答了七个字 完全否决了外国企业的想法 我是一名中国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